做我的研究 出身国民党元老名门 又在大陆受过文革的冲击 谢尤田到了美国后 经常有人拉他入伙 但是他把这些人统统挡在门外 我祖父就对我们家里有祝福 后人不准参加政治 所以我父亲 我父亲从法国回来贪亲 有胡汉民张继 国民党最想要的人物加入国民党 然后我在27年 我父亲重新登记 不登记 我父亲后来国民党人都不说 我们家不愿意 你看我外祖父 我祖父 我父亲 哎呀去介入政治 以后这个命运太可悲了 我不愿意介入第一线政治 所以六岁以后 大家那么热情 怎么推我都不上 我可以参加会议 我不发言 我不担任委员 两年我就 完全又回到我的学术 但是我在政治上 有一点反态度 无情的反态度 所以胡秋元那个 办的中华杂志 我是老这个 90年我就发表反态度了 因为呢 中国在崛起 态度 他算什么 他不过是一个棋子 妨碍中国崛起 妨碍这个民族起来的 这样一种 被人利用的 我觉得从历史宏观来讲 他们都是汪精卫史的 他们要失败 历史宏观来讲 他们要失败 这条路绝对不通 和许多到美国来的人一样 谢友田当初也怀有他的美国梦 在此工作和生活了16年之后 已经是美国公民的他 反而没有了美国梦 美国这么强大 美国一年的军备 他的军事实力 等于第二到15名的 国家的军备实力的总和 他应该领导世界 走向繁荣昌盛 走向繁荣昌盛 你不是 小布什没有知识 我不怕这个话 没有知识 一个狭隘的 一个德州牛仔的心理 我不怕 我觉得 所以我对目前感到 感到忧心 这个世界要想何去 作为民族来讲 我生活在一种忧心之中 作为一个人来讲 一个文化工作者来讲 我对 我在美国住了很久 我对 他这个 不是大家所想象的 他的民主自由的局限 民主自由的局限 远远不是如此 我作为一个人的 所谓人权区 我人权在哪 我仍然被金钱压迫 我被企业文化压迫 哎呀 人们不知道 然后每天长期上 买一个房子 你就跟银行贷款 你有体会吗 三十年贷款 你还一辈子 你每天你就为这点 金钱 人的欲望 消费 是个绝对的东西支配了你 这个社会合理吗 那位 谢犹田独自一人来到美国 十六年过去了 至今他还是行单隐辜 旧金山湾区 有个四川同乡会 经常有聚会活动 会长彭泽忠 每次都要邀请谢犹田参加 所以我现在就很孤独 我说 我的屋子 你们还没进我的屋子 我的住宿 我就是 私故乡啊 又回不去啊 所以我不讲了 我讲太多了 我讲像我 无地容身 不讲 我走开 谢犹田已经申请了老年公寓 但目前还住住在一个老乡的私宅里 他烧得一手地道的四川菜 每天都要自己动手做饭 上千平米大的房子 他只要了一间十平米大小的卧室 一张床 一张写字台 一个书柜 在大陆养成的简单生活习惯 像他的一口香音一样 始终未改 想起我的家 我自传的一口香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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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散发出的一口香音一样 我自传的一口香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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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高涛事件 计时 就投到台湾的专举文学 专举文学看了我的稿子之后 就把它分三期 把它发表了 发表之后 这个社长刘少涛先生 就写封信给我 他说你这个文章反应很好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扩编一下 多一点才能把它写成一本书 我们可以替你出书 那受到他的鼓励 我就开始就收集了更多的材料 就写成这么一个 四十万字的一本书 陶恒生的父亲陶西胜 一辈子活在学术和政治两个天地里 他既是北大知名教授 又是汪精卫倚中的臂膀 和蒋介石赏识的幕僚 1940年 他随汪精卫参加汪日和谈 当他发现日军企图借右翔 灭亡中国的轨迹后 毅然决定携高宗武脱离汪精卫 并在香港揭发了汪日蜜月 从此 陶西胜三个字便永远载入了史册 他这个蜜月是带出去之后 他是照相的 这个高宗武拍照的 先送到重庆 就是给这个国民政府啊 给蒋外长先看了 蒋外长认为可以发表 然后电报会对他们才去发表 那当时我父亲对杜卫生 杜卫生传话的 对杜卫生就是有一个要求 是说你请你告诉最高当局啊 我的三个孩子还在上海 在他没有来 没有脱离危险以前 请千万不要发表 这我们到的那一天 他们知道我们上船了 我们到的香港下船的那一天 就是汪日蜜月发表的那一天 陶恒生从台湾大学 机械工程系毕业后 就进入水泥工程界 先后辗转于马来西亚 印尼 美国和台湾 成为享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